我在美国 让我来说 高维维 维维到来 第34位 中国海鸡猪 我们突破了历史 我们创造了历史 在钓鱼戏内节目中 维维曾经带领大家 一起去了钓鱼者的潮行地 Nel Club 我们一起听钓鱼者 分享点点滴滴 酸甜苦辣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故事 属于一个特别的人 他叫声伟 2014年国际马拉脱调比赛 冠军队伍 中国海浪队的队长 我觉得从我小时候说的 因为小时候在我 过世纪生日的时候 当我父母送了一本书 叫《老人于海》 那那本书我也看过 我觉得那本书 其实他真的 感变了我的人生 因为一般来讲 尤其是中国人比较传统 也比较保守 所以能像我这样的 我每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在海上 或者说是在钓鱼 可以说我觉得 他其实让我 让我对人生 有了更多的感悟 怎么讲呢 首先我觉得海钓人 他会非常喜欢大海 你越走近大海 我觉得其实就越感受到 这个大海 这种宽容 二十多年 我一直 我真的觉得很不容易 对啊 因为你爱好 其实钓鱼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活 特别累 我感受到了 今天早上 我就感受到那么早起床 有的时候我们在钓鱼 可能在路上的时间 我们要花两天 甚至三天才能到达目的 那那时候你们在想什么呀 就是追寻自己的目标鱼吧 按我们钓鱼上来讲 就是因为每个人都会 就是不同的 因为有很多种不同的鱼种 那么我们可能就是说 我到一个地方 比如我到美国 或者说我到加拿大 或者说我去南美 去非洲 我都是在找寻不同的鱼 就是说你是去了 世界各地去钓鱼 对对对对 那么你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呀 我觉得最快乐的 其实就是钓鱼的过程 而且呢 怎么讲呢 就是说 世界上最早的文化 就是渔猎文化 那么我们可能就是说 我们到一些地方 其实它都是 相对来说是比较原始的 不是说一般的旅游 你可以去到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跟当地的渔民 还有当地的这个比较偏僻的地方 他们其实还保留着很多很多的这种非常原始的 这种生活状态和工作状态 那么我们就可以 其实能感受到以前从来不敢想的 那一些我觉得就是他们的那种生活方式 真的是想都不敢想 嗯 也会有很多 每一次出行吧 每次出海钓鱼都会有不同的感觉 那你举举例子给我们分享一下 嗯可以啊 嗯 因为海钓 我遇到过海盗 我被人用枪指过头 也曾经在海上 遇到过非常大的风浪 可以说 呃 这个生活环 生活环的概率大概也有50% 因为浪太大了 船开不了 嗯 而且那水很深 没有办法抛锚 那个 只能把那个毛啊 把海里一扔 嗯 然后用这个 毛的 下坠的力量 去拖住这个船 让这船稍微稳一点 嗯 然后剩下来之后 突然有名了 即使有声明危险 即使旅途漫长 身为依然乐此不彼 全世界勇敢地去掉 本期的维维到来节目 就到这儿结束了 我们下周五见 高维维 维维到来 每周五晚9点55播出